穿上新桌子 哇塞好漂亮啊 这还手工的呢 小童姥姥做的 纯手工千层底的还是 你选一选吧 你看看哪个好看 这有啥讲着的吗 没有 就你喜欢哪个色 我喜欢这个色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能舒服 我喜欢这个色 就这个花嘛 这个绝对比那个舒服 那是纯棉的 可能是新的的事 新的的事 这洗了 对就是这个洗过水的 它就软和了 哇这个要是粗开的话 这个有档次一点 你看 妈 现在很流行纯色的 就是什么纯灰的 纯黄的 没办法没有 背罩盖我去用它 有背罩盖的 不会洗澡 这样吃的不就行 铺来铺去还是这泥骨岸的颜色吧 您好 你们在这屋可以看个电视 烙个小吃 这挺好的 这个我刚看的背账 你俩在这屋睡脑子 不要再给拿个背子 我看个 再烙个背子来 不要 我这个背也装不下了 哎呀妈呀 这真玄乎 这得老脑子的 哎 多年没睡着 这热炕头了 那肯定的 睡炕就是输 对呀 热炕头的叫 先让你感受平房住几天 要是实在别扭 咱就换楼 对 其他都可以 最怕就动屁股 这有点难整 半夜起来上厕所 我得套几层衣服 没事 男服没事 记得你爸爸 谁睡里面 谁睡外面 他睡里头 我睡 那里面老热了 姐 先向着你 没事 能烤着干吗 能 爷你说就要上海了 我估计晚上 你睡觉就梦着自己是条咸鱼 在那剥干 剥完正面剥反面 我现在感觉还可以 没事 没想 那么厉害 冻下最后热了它 我怕你也丢地下 我天呐 我多大孩子了 我还没有 那说不定毛冷的 掉下来 咋子 这事儿是亲事儿 比人家的包米 嗯 这种包米 包米有个事 给你们挡上烤来了 睡觉了 下了门一拉 这回的情况不情况 那毕竟还是东北人嘛 对 刚回来那几天 是有点不太适应 就是稍微习惯个几天之后就好了 就习惯的特别快 毕竟还是 但是一下车了 确实还是很有亲切感 回来这两天想吃啥 啥 不呀 就什么家里的土豆 家里的白菜 这可以有 萝卜 还有家里的豆角 然后还有对家里的西湖柿 有 冻的 你就清炒那白菜 你都觉得是甜的 东北还有就是 东北豆油炒菜真香 特别是东北豆油炒土豆丝 那金黄金黄的 明天为你做 嗯 除外有个小圆 那种个小菜 啥啥啥 那来的 小菜 嗯 那是 谢谢 谢谢 谢谢